很多人在栽培上會遇到一些問題 特別是今天戒指到底要怎麼選 那我們今天來為大家做一一介紹 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宅宅的Alan 我們今天會一一先為大家做戒指的介紹 第二部分呢 會拿竹玉做分組 也配置竹玉的土壤混合給大家 第三部分呢 則是我們會介紹 市面上我們常常遇到購買這些戒指 遇到最大最危險可能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將戒指這13類呢 稍微做一下分類 第一部分是屬於有機的無土戒指 它是大自然的一些植物材料做成的有機無土戒指 然後這部分呢 是火山岩類的無土戒指 然後再來這個是人工燒飾而成的無土戒指 那我們在這些有機的資材呢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細的泥炭土 粗的泥炭土 樹皮 椰土 椰絲 就是椰塊 那我們手邊上的泥炭土 分成細的跟粗的泥炭土 在細的這部分呢 它保水性比較好 那粗的這部分呢 它是排水性比較好 那我們在細的上面 通常會用在 比如說血盤的育苗啊 就是你今天盆栽比較小 那你就可以選用這個比較保水的 細的泥炭土 那如果今天是比較大的盆子 或是需要比較排水的植物 那你可以選用粗的泥炭土 另外我們講一下 就是市面上我們買到的泥炭土 除了細的跟粗的之間的差異以外 它們都會有 就是有添加肥料跟沒有添加肥料的部分 那在有添加肥料的部分 我們就不適合用在千叉或波種上 原因是因為千叉跟波種的時候 它沒有根系 那在它細水上 就會因為滲透壓的關係 可能肥料比較多 導致它很難吸收到水分 所以它就會有發芽跟長根的困擾 那再來是屬於椰子之材的部分 那椰子之材的部分呢 分成椰土 椰絲 或椰塊的這個 還有完全的椰塊 那這方面其實就可以分成非常的飽水 跟非常的排水 那在這個上面呢 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因為它的產地通常是印度、斯里蘭卡 或者是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的海邊的椰子 那這個海邊的椰子呢 就會在成長過程中吸附一些 綠化鈉 就是鹽 那我們在使用上 如果它開始還沒有做很好的淋洗 或者是很好的水洗的動作 那它裡面就會殘留鹽粉 那我們在栽培上 對椰子物就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我們通常呢 可以用浸泡或水洗的方式去減少那可能發生的問題 那這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再來是樹皮 樹皮呢 它也是非常排水的一個制裁 它通常是開採在溫帶國家的松山坡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使用上也是一樣 要注意到有沒有浸泡水洗的部分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沒有做處理 會有很多像是松山坡的一些分類物質 這些物質也會對椰子物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它跟椰塊一樣 就是如果有浸泡可能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有機制裁這部分呢 我們手邊剛好缺了一個東西也非常重要 就是水草 水草它非常廣泛的應用在一些著深附深性的植物 像是蝴蝶藍 蝶類等等上面 那這個東西呢 在栽培上其實它蠻有趣的 就是它可以很飽水 也可以很排水 它取決於你去捏它的緊度跟鬆度 你捏的越緊 它其實是越飽水 那你讓它很蓬鬆的話呢 相對的其實就會比較排水 那這就是有飽水跟排水的性在於 你取決於你手的捏的緊實度上 那這個東西在選購上的時候 分成主要有三大層地 特別是中國 智利和紐西蘭 紐西蘭呢 它的纖維非常長 然後也品質非常好 在於它的耐用性也很高 但是它非常的貴 那在中國的部分呢 它非常的細 然後很容易散掉 不太耐用 但是它很便宜 那中間就是智利 它相對的比較中價位 然後也比較耐用 所以我們通常在選購上的時候 都會買智利的 再來是火山鹽類的無土戒子 這邊分別是白火山鹽 黑火山鹽 赤玉土和混合過的 外面市售的多肉戒子 那這邊呢 先講一下火山鹽 黑和白這兩項 這兩項呢 相對的跟石頭和砂紫而言是輕蠻多的 所以我們在種植多肉上很喜歡用這兩個戒子 它們分別大概都是開采散印尼 那它們呢 都是高溫噴發出來的一些石頭 所以它在這上面呢 其實都帶有一些口氣 也非常的通氣 是有空氣的 那在使用上呢 白火山鹽相對的比較便宜 黑火山鹽相對的比較貴 那我們在用黑火山鹽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在盆面上做鋪面的動作 因為它可以讓多肉看起來非常跳脫出來 因為它對你很強烈 再來是市售的赤玉土呢 其實分成很多品牌 特別是比較有名的像是二本線三本線的赤玉土 還有一些灑牌的赤玉土 它價位有點不同 但是二本線跟三本線這種赤玉土 它的比較耐用 比較不會就是使用一下子就變成粉 但是長期而言 赤玉土其實在一兩年內都要做更換的動作 它沒辦法像火山鹽一樣這種長期的使用 所以在外面販售的多肉戒子呢 它通常會混合非常多的像火山鹽發泡煉石或者是赤玉土 去做煮沉的動作 也讓它的耐用性增加 那我自己在使用重多肉的時候 會再添加一點一點的泥炭土去做保水的動作 才不會馬上一下子一兩片就乾了 再來這部分呢 是人工燒製而成的介質 分別是珍珠石、智石跟發泡煉石 珍珠石呢 是由石灰岩類的礦物去燒製而成 那智石呢 是雲母類的礦物去燒製而成的 這之間有什麼差異呢 珍珠石它是屬於中性 但是它不飽肥 然後智石呢 是弱酸性 但是它飽肥 我本身在使用上我不太喜歡智石的原因是 因為它飽肥也容易長青胎在上面 所以就會在摸起來的時候 會有點花花黏黏 我本身不是很喜歡用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珍珠石 珍珠石呢 它在產地上分成台灣產跟荷蘭產的 台灣產的有點粉粉的 我不是很喜歡用 那價差不是很大的荷蘭的呢 它相對顆粒比較好 然後呢 在使用上呢 比較不會有飛煙跑起來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 那在使用上的時候要澆一點水 就是打開包裝之後 先澆水讓它吸附一點水之後 才不會那個煙容易飄散起來 讓免費去吸入這些侵入性的物質 再來是發泡煉石 發泡煉石是巨木屑跟陶土粉去混合燒製而成的 它非常的排水 它連大的顆粒裡面其實都有孔隙 這是它裡面的解肉的樣子 它呢可以應用在植物的鋪面 就是在於土痕土上去做鋪色 第一個是美觀 再來是它可以避免澆水的時候把土沖起來 那第二部分是可以用在就是水耕上 它在水耕裡面呢 可以去幫助根系去固濁 那它也是一種很不錯的排水之材 另外一部分 我自己也蠻喜歡用它在 比如說一個沒有排水的陶盆 我底下會墊很多這種大顆粒的發泡煉石 去避免底下的根系激到水 這也是一種處理方法 那再來我們講一下市售上 我們買戒指 通常可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培養土 培養土呢 它可能是由這三個混合 可能是泥碳土混珍珠石 野土混珍珠石 或者是三個混合在一起的培養土 但是呢 有一定的風險會買到的是 太空包它去堆滯而成 再混合珍珠石產生的這個叫做培養土 但是這個東西呢 它如果發酵不完全 就會產生幾個狀況的問題 就是你的根系會長得很不好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發酵不完全的時候 裡面的細菌 它在發酵會放熱 根系可能第一個會被燒傷 第二個 是它裡面的細菌 在分解的過程中 它會吃掉裡面的碳原 在這個發酵的過程中 也會吃掉裡面的蛋原 你的植物今天需要吸收蛋 但是卻被細菌給吃掉 或吃光 所以植物搶不贏細菌 所以導致最後你葉片都黃黃的 這是兩個可能性 就是跟燒傷跟搶到蛋肥 所以我們在培養土上 會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們在銷售上或是栽培上 我們會建議大家去買今天的圖 就是選擇買儀碳圖 買真書石 或是單純買椰圖去做混合 而不去買一般的培養圖 因為你不知道今天買的培養圖 是好還是壞 會有一定的風險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 彩虹竹玉的分出跟換盆 那我們現在把彩虹竹玉呢 倒出來 因為它現在長了很多顆了 倒出來就是盆子做輕敲的動作 然後把植物拉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挑取植物 看它的位置和生長的狀況 去做分切 像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有兩個縫嗎 我就會從這邊下刀 從中間剪開 像這樣 這樣就分開了 那今天就是看說 你要分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今天想要做到更小的盆子 這就還可以再切開 就可以從中間 像這樣 再剪開 那這樣就是獨立的兩個小顆 然後呢 這裡 這裡 如果想要分開的話也可以分開 就從中間剪下去 像這樣子 這樣今天一個 一盆竹玉就被我們拆成4分 而且它都是帶有葉片跟根的 那如果你今天很不幸的 你剪的不是很好 假設像這個 它的根很少 然後葉子卻很多 那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折衣就是把比較醜的葉片 或是老的葉片 或是太嫩的葉片剪掉 那我可能就會剪掉一片葉片 那幫助它復原 因為根部跟地上部的均衡是很重要的 它才可以供應足夠的水分到葉片上來 那也可以幫助它很快的恢復 那大概是像這樣 那像這一株呢 因為它根系也沒有到很多 那加上它現在又有新葉展開 那這邊又有一點受傷 我可能做的動作就會把它老葉剪除 那新葉不希望它浪費那麼多水分 就剪掉它一半的葉子 那這顆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這是我們分組好的狀況 那我們分組完了之後 我們推薦大家用這樣的比例去種在這個五村盆內 分別的是五份的泥碳土 三份的椰塊 跟兩份的真珠石 那我們這個是4.5吋的防盆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在做混合 OK 大概像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上盆的動作 我們今天把植株先抓到定位 然後放置中間 然後慢慢的添加塗進去 我會把塗鴉稍微緊實一點 但植物會確定它長在中間 好 就像這樣 我們今天這樣就換盆完成 那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在比較陰暗的地方 等它恢復 那我們現在題外話講一下 大的植株怎麼辦 好 那現在是換大盆的部分 因為今天這個盆子越大呢 它其實越飽水 我們就要添加更多的排水戒指在裡面 所以我可能會再額外加更多的椰塊 去做混合 去做填充的動作 去讓戒指更排水 好 好 大致像這樣 那這些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戒指比例的差異呢 都是這種一樣的植物 但是今天盆子越大 它越保濕 所以也越久乾 所以我們就要讓裡面有更多的排水戒指 才讓它避免它更新爛掉的情況 那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就是因為盆子大小 那還有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外面買的多肉 為什麼它可以用全用泥炭土 不用沙子 不用吃玉土 火山岩 它一樣可以做得很好 原因是因為 它在溫室裡面 它的光線比我們好 它的通風也比我們好 所以呢它的戒指是會有一段時間就會乾 但是我們有時候放在居家的環境 我們可能一個月它都不會乾 都一直長期保持濕潤 隔一個半月兩個月都還是濕的 那就那樣的戒指就是不行了 我們就一定要做更換的動作 去讓它更排水 那去調整它的比例 所以其實戒指的選用 也會依照你的環境 還有你的膠水頻度去改變 這是我們在戒指挑選上的方法 OK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不同的戒指有特別的感興趣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會做更深入的優先介紹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歡迎訂閱加追蹤 謝謝我們下次見 拜拜